这个法门那就太殊胜了 无比的殊胜 烦恼不要断也行 但是能够把烦恼控制住 把它压住 不叫它发作 有这个能力就行了 但是其他法门有这个能力不行 它必须要断掉这些 服烦恼不行 这个法门说服烦恼就能成就 那么洗剑就是从剑获断起 剑获断掉了 这个人就正须脱换过 这小城的粗苦 那是大城呢 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粗性为菩萨 地位虽然很低 他真的是圣人 他的基础他好了 虽然没有出六道 六道里面 他这个修行的地方 是人间天上 他绝对不得三土 所以这个位次 他叫得 位也不退 他所挣的这个地位的时候 绝对不会退出来 佛家讲三种不退 他头一个不退 他得到了 向上提升 那个速度不一样 那在他自己用功 前度 他功用的前提升的快 用的缓他提升慢 决定是提升 他不会退转 所以他真的是 为虚习剑 这个习剑两个字 用的好 我们要有正确的看法 不能有错误的看法 众生之间 皆妄见也 这句话是佛说的 大小成经里的佛常见 凡夫的之间 妄见是 都把四十真相看错了 妄见是这个意思 看错了 为什么看错呢 因为你有烦恼习气 这个烦恼习气 余生俱来 不是你学来的 过去是一种 生生世世带下来的 什么东西呢 谈 称 吃 慢 义 你就看错了 你把问题会很看错 所以因为有这些东西 才会有自私自利 才会贪图明文利养 才会贪图五一六成的享受 才常常起这个贪嗔之慢的烦恼 他就出现这些问题 如果你把四十真相看清楚了 本性本善是真的 永恒不灭 那个里头 一切 虽然他没有 自信里头没有精神 没有物质 他能够生 能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都是 以他而现 这自信 设法界 云云众生 不一样 自信是一样 是一体 都是从自信里面 变现出来的 这一桩四 理很深 四很复杂 无量因缘 错终复杂了 佛界里面搞得清楚 搞得明白 你去在法相为实里面去学 那总的也得个二三十年 你把这个事情都理得 头绪都理清楚了 你就恍然大悟了 唯一失踪里面 他不叫大悟 他叫大开元解 圆满的理解了 在禅宗 信宗里面 是大切大悟 明信见信 在这个教下 叫大开元解 境界完全相同 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 那么 进途中 还是这个境界 名词又不一样 进途中 叫一心不乱 他分 四一心 李一心 功夫成篇 也是这三个阶层 李一心 跟大开元解 跟大切大悟 是同样境界 那都是超越 十法界了 四一心不乱 是四圣法界 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 超越六大轮回 但是 无论学哪个法门 无论学哪个宗派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 不叫成就 也就像我念书一样 这个没有学位的 必须的时候 要有能力超越六大轮回 这才拿到第一个学位 好像念书一样 我大学毕业 拿到学识学位 这个要懂 但是 遇到进途就不一样了 没有学位的时候 也能到极乐世界去 这就哲不经上所讲的 所以哲不经 可以代表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因为佛没别的 佛就是希望帮助你 永远特里撂倒了鬼 永远特里是法界 这个法门 那就太殊胜了 无比的殊胜 烦恼不要断也行 但是 能够把烦恼控制住 把它压住 不叫它发作 有这个能力就行了 但是其他法门 有这个能力不行 它必须要断掉 这些 福烦恼不行 这个法门说 福烦恼就能成就 我 这个 立了之后 真就现象 真真 佛知 佛知 佛见 佛是谁 是自己 是自性里头 本来有的 智慧 他就先前了 所以智慧 学不来的 智慧 从清净心里 来的 智慧从定来的 智慧 可以学得来的 我前次在 剑桥大学讲言的时候 就谈过这个问题 我现在同学们所学的 是智慧 不是智慧 这个 如中国 如是道三家 都讲智慧 都是要求智慧 智慧能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智慧解决问题 是局限的 它不是圆满的 它有后遗症 这个不能不知道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